历代至上第十五天 每日亲近神 唯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历代至上十章 一到十四节 信心失败的原因 非利式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非利式人面前逃跑 在基利坡山有被杀 扑倒的 非利式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雅比拿达 麦基书亚 士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射伤甚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赐死 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菲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此日 菲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 就拨了他的军装 割下他的手脊 打发人到菲利士帝的四镜 宝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名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 将他的手脊钉在大棍庙中 激烈雅比人听见菲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 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 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像树下 就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诡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卫 本章所记载的历史事件 与萨摩尔记上最后一章 所记载的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多了一段结论 历代志针对各个事件提出的结论里面 都有因为这两个字 而这就是历代志的信息所在 今天的经文记载了扫罗在信心上的失败 扫罗做以色列王有四十年 他曾经带领百姓打了五场胜仗 最后和儿子们战败而死 而激烈雅比的人冒死去把他们的尸体救回来安葬 这表明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 是一个值得用生命效忠的王 扫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父亲 因为儿子们愿意跟他一起打拼 最后也和他一起战死 扫罗在临死之前 为了不让非力士人活捉并羞辱他 就选择自我了结 来维护身份的尊业 按照历史的记载 我们真的不能说扫罗是一个很糟糕的王 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扫罗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也没有求问耶和华 这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扫罗的失败跟信心有关 而他做过的三件事情 可以提醒我们造成信心失败的几个原因 首先 扫罗没有按着信心等候神的时间 根据《撒姆尔记》上第十三章的记载 当扫罗面临非力士人的武力威胁 他没有等候撒姆尔出现 就自行献祭 他屈服在压力之下 不愿意继续专心等候神 其次 我们也在《撒姆尔记》上第十五章看见 扫罗在战胜亚玛利人之后 留下了他们的王和许多上好的身处 没有依照神的命令将一切灭尽 而当先知来质问他 他还甚至想要欺骗上帝 最后 在《撒姆尔记》上第二十八章 我们晓得 当非力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 扫罗心里害怕 竟不择手段寻找引导 要求娇鬼的妇人把撒姆尔的灵魂招来 给他一点指引 《撒姆尔记》第十八章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憎恶行占谱 关照、教诡这些事的人 神怎么可能容让扫罗 做他所憎恶的事呢? 我们要尊重上帝的权柄 不要病急乱投医 到处寻找偏方治疗 我们要用单纯的态度 来建立纯正的信心 让我们从扫罗犯下的错误学见解 不要在压力之下放弃等候神 不要贪爱世界 更不要不择手段地寻求 唯独能从神而来的旨意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在信心上成长 并且用行动表明 全心爱你 绝对顺服你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阿们 是的主啊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因为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管制的 不是讨你自己所喜悦的 主啊 就求你自己帮助我 不会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是的主 求你保守我的心 爱你胜过这世上的一切 让我不受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所影响 是的主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叫我们单单爱你 绝对求你检查光照我们 若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求你赦免我们 主啊 因为人的信心会失败 就是因为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你说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让我的心单单爱你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需要单单爱你 求你保守我的心 坚定在你的里面 因为这世界总是把我们 从你的身边拉开 有许多的引诱 在我们的眼前 求你让我可以胜过这一切 耶稣让我们得以靠你得胜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唯有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单单可慕来爱你 主啊 我要单单可慕来爱你 愿你自己充满我的里面 充满我的心思 哦 主啊 让我单单的爱你 让我单单的被你自己所管理 主啊 是的 让我单单的归属于你 单单的渴慕追求你 因为这世上和其间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乃是永远长存 我们祷告仰望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